大家好 我是物理治療師 那今天為大家介紹的主題是 曼菲天使的健康體事 不知道各位有運動的習慣嗎 平常有在運動嗎 平常運動是不是大家都是為了維持好的體態 那除了維持好的體態 當然更重要就是預防我們後續可能會有一些疾病的風險 那對於曼菲天使來說 維持一個健康的身體的一個狀態 是更為重要的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幫助曼菲天使們 去維持一個比較好的健康的狀態呢 今天就是為大家介紹這個 有完蛋漾基金會 他這個有一個出了一本就是手冊 就是讓幼兒動起來 那裡面的內容呢會主要去介紹說 曼菲天使我們怎麼去知道這個 健康體事人的這個主要的四個要素 那我們怎麼樣去運用 這個是要四個要素當中的一些活動的準則 那如何去評估孩子們的一個身體的狀態 來提供讓孩子不管是在機構 或者是在家庭當中 也能夠運用這樣子一個發報 來讓孩子的健康狀態 是一個相對一個是比較好的一個狀態 這樣子 那這個部分呢 因為手冊的部分呢 目前的話呢 大家可以去登入完張樣的基金會的這個 早聊的平台 那這個平台當中呢 有提供那個手冊的一些 細節的這個課內容 那也有影片 那影片的話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就可以去看 那也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健康體事人 健康體事人是什麼 就是一個健康的基礎 那我們有體力 有活力去參加日常生活當中的活動 那我們有人力去參加活動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從當中去學習到很多的事物 從學習到很多事物當中 我們就有一些經驗 可以促進我們去發展 好 那這個部分呢 除了說 從發展當中的時候呢 我們 也可以這樣子去促進我們的認知的 這個 因為我們有學習新事物嘛 那我們的認知 也會相對可能可以透過這樣子一個 我們體力更好了 我們可以去專注學習了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認知也可以相對的去 去透過這樣子一個 有一個好的身體狀態的情況下去學習 那更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很好的體力的狀況下 我們容不容易生病 不容易生病 我們也相對會有比較好的一個抵抗力 好 那曼菲天使呢 普遍呢 普遍呢 因為受限於他本身身體的一個狀況 像是他可能 一出生就被診斷是腦癱 好 或是他是一個喊病的兒童 甚至他可能是因為語言發言此晚 好 跟其他同儕的互動比較差 那他這樣子一個狀態的情況下 他可能在參與日常生活當中 他就怎麼樣了 參與就受限了 那參與受限的情況下 他是不是就比較少機會去活動 那比較少機會去活動 他可能都坐在教室的一端 或在家裡他都是擺在座著的一個狀態 那擺在一個座的狀態會有什麼樣的情形 我們說這樣一個生活型態 就是指的是一個靜態的生活型態 那靜態的生活型態呢 就會使得我們會比較怎麼樣 沒有力氣 沒有體力 昏昏沉沉 那這樣一個低活動量的情況呢 又會導致我們怎麼樣 又會容易怎麼樣 沒有體力就容易生病嘛 一感冒 一有流感的時候 就很容易被傳染到了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打破這樣一個惡性的循環呢 那我們就需要去透過維持一個很好 有穩定的一個健康的一個生活型態 那健康的生活型態的養成 我們就可能要 教導家長們 或者在機構 在學校當中 老師們有一些觀念說 我怎麼利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一些情境 去幫助這個孩子 他不再是一個靜態的生活型態 他可以變成怎麼樣 動態 他是不是可以營造一些情境 比如說家長在抱孩子去學校的時候 如果你發現這孩子會走 可是家長每次都是用抱的 那我們會說他有動到嗎 沒有 那這時候我們要如何打破 我們可以跟家長說 媽媽他如果會走 那你要不要牽著他的手進來 那我們就可以藉由這樣子 去改變他的一個生活型態 變成動態的生活習慣 那從當中讓家長們 逐漸去了解說 我的小孩也可以做這件事情 每天固定做這件事情 是不是讓他更有體力了 他的體能狀態是不是更好了 那現在為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健康體制呢 有主要的一個四大圓伸展跟發育 那我們大家知道 小朋友是屬於伸展發育的階段 那如果他有一個好的身體組成的話 是不是可以去促進他的發育 他是不是可能長得可以比較高 他也比較有力氣 那研究呢現在已經有指出說 如果孩子是屬於比較過重跟肥胖的話呢 那他在日後會有非常高的風險 他可能會罹患一些相關性的疾病 像是高血壓高血脂跟心臟病 那在現階段如果他也是一個肥胖的一個狀態的話 可能會造成他什麼樣的因素 他是不是可能因為很很比較重 然後他就不喜歡動 那他不喜歡動 所以呢他就常常怎麼樣 有些動作做不來 或者他比較氣喘吁吁 那跟參與度就會受限 甚至要做一些動作表現的時候 他可能會表現出比較笨拙 或者比較不靈活的一個現象 那過輕的慢飛天使呢 通常可能就是他可能營養不足 或身體比較瘦弱 那我們剛剛有提的 在這個階段兒童的骨骼肌肉系統正在發育 所以我們需要提供他一個好的一個營養的介入 來讓他的身體組成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狀態 那心肺耐力呢 心肺耐力指的就是我們的人的呼吸循環系統 輸送氧氣到全身的組織細胞產生能量的一個能力 其實呢心肺耐力就是我們常常會去看 就是說欸判斷我們自己的心肺功能的是不是好一個指標 那我講一個例子大家可能就比較容易去了解 比如說大家有沒有去爬山 平常有運動人去爬山你們覺得爬山是輕鬆的還是不輕鬆的 跟那個不運動的比起來 如果你們兩個約了一起去爬山 通常都是哪一個會比較氣喘吁吁 不會運動的嘛對不對 那在兒童的部分呢我們就會去看說 欸如果我們讓小朋友一個有一個比較好的心肺狀態的話 他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怎麼樣表現 比如說他可以去參與比較長時間的活動 那他也會看起來比較精神異異 那如果不佳的話會讓他怎麼樣 他很像很容易就疲累了 或者他做一些事情他很像就覺得說 好累喔我不想做 那他可能精神就比較患散 那他在學習新事物的情況下 他就不容易去集中注意力 那沒辦法集中注意力的話 那又會產生一個什麼樣的循環 惡訊的循環 他又怎麼樣 學習的效果又會打折扣 所以心肺耐力在我們的身體試人的部分 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那接下來我們看肌力跟肌耐力 那肌力呢指的就是我們說的肌肉一次性收縮的能力 所以說我可以拿把一個很重的桶子一次性的搬起來 我有這個肌力 那肌耐力呢指的是什麼 肌肉連續收縮的一個能力 那我是不是可以一直扛著這個桶子 可以扛多久 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個肌耐力 那與健康最相關的肌群 好就是我們的腹肌跟背肌 其實以動作的發展來看也是 我們其實動作的發展是從我們的近端到遠端 那近端就是指我們的區幹 我們區幹是一個好的一個狀態的時候 他會讓我們在後續的發展 比如說跑或跳單腳跳 甚至一些協調的方面 好他有一個穩固的一個中軸 好那他在做這些動作的時候 他就會比較容易不會受傷 也比較容易出發展出我們的協調性的動作 好那我們在看這個腹背肌的這個相關的肌肉肌群呢 好為什麼要特別強調這個非常重要呢 其實我們會知道孩子進入學校系統之後 他們常常都怎麼樣 站一整天還是坐一整天 對 那孩子通常都坐一整天 那在坐一整天的情況下 好坐姿是不是很重要了 那如果孩子的腹背肌 是非常比較算是弱的 他可能就很容易在坐的時候 就會怎麼樣 東倒西歪 那東倒西歪會有什麼樣的後果 好時間一久了 好脊椎就容易歪 或者很容易彎要脫背 那這樣子就會產生後續的併發症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學定前的孩子 他們的骨骼系統都還在發育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下 他可能就會影響到他日後的一個脊椎發展 那如果在一個東倒西歪的情況下 他又沒有辦法自己去調整的話 那他就很容易會產生所謂的脊柱側彎 那如果說我們有一個好的 這個腹背肌的一個肌肉肌肉力量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讓我們姿勢 維持一個較好的姿勢比較久 那我們也可以去預防說 我們在做一些快速動作的時候 甚至在做運動一些運動的時候 我們是相對不容易受傷的 好 那在柔軟度的部分呢 指的是我們各個關節可以活動的範圍 那我們的關節呢 會受到我們四周的周圍組織的影響 這些軟組織呢 有包含的就是我們的肌肉跟韌帶 甚至一些關節狼這些部分 那柔軟度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好 我們知道我們肌肉就像一個怎麼樣 橡皮筋 它是不是有彈性的 它是有彈性的 還是有誰的橡皮筋是沒有彈性的 所以我們的肌肉非常重要 就是它是有延長性的 如果你的肌肉是屬於縮短的狀態下 那是不是它的延展性就受限了 那它在受限的情況下 它在做一些跳躍性的動作 或者是做一些高階的動作的時候 因為它的延展性不足 那也會使著它在做活動的時候 它的運動效率比較不好 比如說它比較跳不遠 那甚至說延展性不好 你一轉個身 然後你就閃到腰了 或者就扭傷了 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在看 身體的健康體制人部分的話的四個要素 身體組成 心肺耐力 肌力跟肌耐力跟柔軟度 好 那現在就是重點來了 我們要為大家介紹 我們要怎麼運用一些準則來幫忙 就是家長在家裡 讓他們知道說 在家裡我到底怎麼樣能 讓孩子能夠養成一個動態的生活習慣 而不是說 所有的活動都是在所謂的康復中心 都在學校去進行 因為我會碰到很多的家長會也會跟我說 老師你做就好了 你做比較專業啦 我沒有辦法啦 可是我們有辦法跟著這個孩子一輩子嗎 是不是沒有辦法的 那尤其孩子基本上 他一天最長的時間都在哪裡 都在家裡 那我們怎麼樣教導家長去運用家裡的一些現成的器具 或者是看孩子的狀況 我們如果教導家長去一些調整 然後讓孩子養成健康的生活型態 然後進而去促進他各個領域的發展 就是更為重要的了 那我們就接下來為大家介紹一下 那首先先介紹一下身體組成的一個活動的準則 那身體組成的活動準則主要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要避免累積過多的織法 所以就是要怎麼樣才不會累積過多的織法 一直坐著還是我們要起來動一動 所以老師們如果你們坐很久 你們是可以動一動的沒有關係 那通常我們現在的研究已經有建議說 最好能夠每天都能夠去進行30分鐘的 至少30分鐘的一些輕度的很輕鬆的中低強度的一個活動 那這樣中低強度的活動就是讓孩子盡量打破他的靜態的生活習慣 我們希望孩子要養成動態的生活習慣 那我們也有聽到很多家長說 老師我非常忙我下班之後要煮菜 還要幫小孩洗澡我哪有時間 所以我們要給家長一個觀念 這個30分鐘是一定要你一次就要做30分鐘嗎 其實我們這30分鐘是可以去拆開去進行的 那我們也跟家長說中低強度是甚麼 我要跟他做的跟醫院或者是跟治老師交的 就是都一模一樣那個太難了我不會做 那我們要怎麼樣交這樣 其實中低強度的一個運動的強度指的就是說 可以陪伴就是孩子在做這些活動的時候 孩子是不流汗的很輕鬆的他可以跟你對答的 那我們就會說這樣子一個強度 家長你想想看你怎麼樣可以做 你跟孩子吃完飯之後你們會去散步嗎 那你會去散步是不是這個就是一個其中一個活動 那你看孩子可能沒有出去外面吃飯 那在家裡他會不會玩玩具 我想每個家裡都應該有玩具 孩子玩完之後我們應該要慢慢引導著 要帶領孩子去收玩具 收玩具也是一個活動 那我們總結就是其實在身體組成的一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是要盡量去減少所謂的靜態生活型態 一定要保持有一個比較有在動 尤其是我們的重度的兒童 我們要如何去引導著家長參與 在居家療癒活動部分運用體制人的概念去執行 那在心肺勢能的那個部分的話呢 其實就是我們常常說的就是做有氧活動 大家有氧活動知道有什麼 跳跳那個跳舞 廣場舞對對對 我先前跟老師去新疆的時候 我發現大家新疆的人非常好 我們八點鐘就會出現那個大廣場 然後就大家一起做廣場舞這樣子 那其實呢很多大肌肉的活動呢 或者全身性的活動 我們都可以歸類為所謂的有氧活動 那有氧活動也包含所謂的做游泳這個部分 或者你去騎腳踏車啊 這個都是有氧活動 只是為了要達到所謂的心肺 我們要挑戰到孩子的能力 我們會說你這次做的活動 到底是中低強度的還是中高強度的 那中高強度的一個活動又指的是什麼 中高強度指的就是說 我們孩子在做的時候 我們要去觀察孩子的一些身體的表徵 或者你可以問孩子說 你覺得你會不會累啊 或者你跟他聊天 邊跑步的時候你就跟他說 你在學校今天發生了什麼事啊 那如果孩子是會說話的 那我們就可以發現說 孩子在跟你運活動的過程當中 他還是可以繼續跟你保持說話 然後有輕微的流汗 那我們就會說這是可以的 這就是中高強度的一個運動的強度 那如果說孩子是不會說話的 那我們在跟孩子的在帶活動的時候 我們就要觀察孩子的一些 比如說他的表情 他是不是開始有輕微的流汗 他臉部一點點紅紅的 然後有點微喘 還是說他出現了痛苦猙獰的表情呢 這個都可以提供我們一個去判斷的依據 那我們要提醒的就是各位老師 或者知道 老師們知道這個訓這個概念 之後運用給家人的時候 一定要跟家人特別再說明一下 千萬在做這些類活動的時候 不要讓孩子產生所謂的激烈的一個狀態 那什麼樣是激烈的狀態 大家有從來沒運動 然後一次去爬山爬到很高很高 然後第二天下來鐵腿嗎 有這樣的經驗嗎 有 那你們覺得這個是合適的運動強度嗎 還是這個運動強度 就已經超過他目前的 他可以我們說可以負荷的強度了呢 太多了對不對 好 所以要注意的就是說 我們給孩子的活動的時候呢 我們需要去觀察去注意 孩子目前表現出來的是什麼 是不是我們給的這個運動的量是合理的 還是我們已經超出了他身體所能負荷的 那如果是超出他身體所能負荷的時候呢 可能就會讓孩子產生怎麼樣 負面的效果 他可能隔天肌肉就痠痛 那他可能就不想動了 那他可能也有可能造成肌肉的拉傷 好那可能他就病厭厭的精神不振 那你下次再找他去做活動 他會理你嗎 他可能就不理你了 他就也不做了 好那這部分要提醒一下大家 那運動的時間呢 好我們會建議呢 在心肺耐力的部分 以要連續性的為主 那連續性的話呢 我們就會建議大概是10到20分鐘 那一個禮拜可以去做至少三次 那每個孩子呢 如果能夠穩定的去做 這樣子一個運動的話呢 一些一些活動的話呢 那孩子一定是會改變的嘛 那孩子改變之後 我們還是需要去定期的去評估 目前孩子他的能力 他的心肺的狀況到哪裡了 還是比如說他本來 好跑一下他就很喘了 可是他跑一陣子他就不喘了 那你繼續還是這個強度嗎 還是你可以跟孩子說 欸下次我們可以跑的怎麼樣 更遠 那我們就是第一個距離的改變嘛 我們可以去改變 或者是我們就不跑步 我們改怎麼樣 跳舞嘛 好所以我們就可以換一些運動的形式 來繼續來挑戰我們孩子的一個 心肺的一個狀態 好那活動強度的增加 就是我們常常會講的是 運動程度的增加 那他有幾個面向可以提供給各位參考 第一個就是增加動作的速度 大家知道增加動作的速度是什麼嗎 喔 就是對 就是你 你肢體動的這個程度 比如說我這樣慢慢舉起來 跟我很快的舉起來 會不會有差 對 所以我們如果結合運動的話 你有時候 很像廣場舞也會跳什麼彩帶舞嘛 可不可以慢慢揮 也可以很快的揮 那這樣子運動的一個強度就會有差 那我 常常因為我們是物理治療師 其實我們看的孩子很多 就是 肢體比較不便的 那肢體不便的孩子 有時候 我們看的就是走路 那走路 我們會希望先看的是 有些孩子可能他剛開始 就是走一下 他就會怎麼樣 會喘 或者他只能慢慢走 那我們發現他改編之後 我們就會調整 變得快走 或者是折返跑 那當然這些活動的時候 我們都要注意的就是 我們要引起孩子的動機 所以我們一定要搭配有趣的一個 可能名稱 可能搭配音樂 或者是一些 結合一些故事去進行這樣子 好 那另外就是說 除了增加運動作的速度之外 就是減少 那個間歇休息的時間 減少休息的時間 這個的部分呢 通常針對於一些 我們說身體病弱兒 就是有可能是像是心肺 心臟肺部有開刀的孩子 或者一些器官部分有受損的孩子 他們的身體比較虛弱的 甚至是一些比較重度的 多重障礙的孩子來看的話 在這個部分在進行帶活動的時候 可能就要密切的去更去注意 孩子的身體的表徵 那他如果累了 我們可能就要給他休息 好 那這部分就是變成是說 像這樣一個孩子 我們在調整的時候 是不是 他是不是每次每次做 他能力越來越好了 那我們是不是休息 多幾時間就可以去減少 那另外就是 增加重量或阻力去進行活動 好 那其實我覺得其實在 在機構其實有時候 大家在帶活動的時候 其實我不像 如果是治療師們 如果帶動態活動 很喜歡用滑車 讓小朋友去推 那我們家長有時候 可以建議給家長說 你也可以用滑車 可以在家裡去推的時候 我發現家長很多 就問號滑車 我們沒有這個東西 那怎麼辦 好 那在居家療癒的部分 我們運用同樣的概念 其實我很喜歡用的 就是行李箱 因為我覺得 每個家裡好像都有行李箱 對 那普遍就是有一個 有輪子一個箱子 那我就會建議家長說 如果說我們現在讓孩子 就說增加他全身的力量 那我們希望他 不是單純的只是走過去 他可以推一個重物 那我就會建議家長說 那你在行李箱裡面 你剛開始可以擺 擺東西嗎 還是先不要擺東西 先不要擺 讓孩子覺得 好輕鬆好容易 那慢慢你是不是可以擺一些 有重量的東西 那你擺有重量的東西 我們說有東西進去 就是一個什麼 主力 那我們就可以從這個單中 去加強孩子的一個 挑戰他的能力 然後增加這個活動的一個難度 這個部分 好 那大家請看一下上面這個圖 那最旁邊這個圖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很多有氧活動就會想到的是什麼 就是跳舞 那你大家知道 為什麼我要擺這個圖嗎 其實活動有非常多 大家有沒有注意這個圖 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小朋友有三個 不一樣的小朋友 大家沒有發現 一個是什麼 坐輪椅的 然後一個是 自己走自己站的 一個是什麼 助行器的 所以我們的孩子 到底可不可以一起玩啊 都可以 所以重點是我們的活動怎麼設計 我們怎麼優發孩子 可以跟我們一起去參與的活動 所以這像這樣很 一個跳舞的活動 沒有辦法去行走的孩子 我們可以讓他怎麼樣 坐的時候 他可以手舉高去揮一揮 那可以去自己站 自己走的 那他是不是也可以在跳舞的時候 他是採取的是跳躍的動作 那用助行器的孩子呢 他是不是可以只是站著 也是手揮一揮 或者是他一手扶 一手揮 再換手也可以 那我們要強調的是 尤其是 這個一個概念呢 運用在所謂的機構當中 或者是說幼兒園 甚至是在家裡的當中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概念 需要能夠傳達 傳達給大家的 因為我們會發現像孩子 有很多像就是 我們碰到一些家長 他們都開始有生第二個 跟第三個孩子了 那身上比較多的孩子的時候 就會往往會表現出 就是這個 漫飛天使 跟另外的手足 好像是分開的 可是他們明明在同一個情境 同一個家庭裡面 我們是可以運用一些簡單的策略 去幫助孩子們 這樣的孩子們 跟他的手足 跟他的哥哥姐姐們 一起玩在一起的 那如果說在學校當中 那老師們在設計活動的時候 也可以考量說 怎麼樣藉由一些輔助器具 或者環境的便科 讓孩子們能夠一起的去參與 那另外隔壁的這個圖的部分的話 是袋鼠跳跳跳 那我會擺這個圖的部分的話 就是說 其實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兩個圖上面都有一個什麼 都有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都是 很有趣的 為什麼要有趣 對要引起孩子的興趣 那在這個袋鼠跳跳跳跳當中 家孩子們就很容易去發現 就去抓到重點說 我們現在要扮演的是袋鼠 他們覺得 哇這個好有趣喔 老師不知道帶我玩什麼 那只是我要在這邊這個圖的時候 要提醒各位大家一下 那我們會知道說 很多動態的發展 都可以 應該是說很多動態的活動 我們都可以這樣子來刺激孩子的一個 健康的一個體能的一個 做為健康體能的一個活動 可是在設計活動的時候 要去注意的是 孩子的年齡 孩子的個人人力到底在哪裡 好 比如說 如果這個孩子 已經五歲了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活動是撤跳 如果這個孩子已經五歲了 他可不可以撤跳 他已經出現撤跳的人力了 所以老師可以結合動作的發展 這個概念 衛教給家長 那他就可以進行這樣一個活動 那如果這是一個兩歲的孩子的時候 你們會要求這樣兩歲的孩子 去跟五歲孩子一樣去做撤跳的動作嗎 好 我們就並不會這樣 所以我們在設計活動的時候 其實要去考量的就是說 欸 那如果孩子的年齡到底在哪裡 他的能力在哪裡 他不能做的時候 可是參與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不管是跟學校的同償 或者是跟家庭的手足 我們如何運用同一個活動去做些微的調整 大家可以看到 那隔壁的孩子 他就是用怎麼樣 打開腳 用有點跨走的一個模式在移動這樣子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為大家介紹 就是說 針對心肺耐力不足 我們剛剛講的一個 比如說是心臟病的孩子 或者是重度的腦性麻痺孩子的時候 我們到底怎麼樣去採取活動 跟落實在居家活動當中 好 我們必須給家長一個觀念 所有在做活動的時候 我們跟家長講的時候 要讓他家長知道說 欸並不是說 你做 因為我發現很多家長都會跟我說 老師這個要做幾次 10次嗎 30次嗎 好 其實我常常 往往會跟家長說 好 我們要先注意的是 孩子首先能做幾次 好 家長們要先 先可能要帶著孩子做一次看看 好 那做看孩子可以到哪裡 比如說我們剛才前面介紹我們這個活動 是心肺耐力嗎 我們要觀察孩子的身體表徵 這時候他做這些活動的時候是 會喘的嗎 會累的嗎 那如果有達到這樣中間 我們就說OK 那如果說孩子在這個階段的時候 他還沒有辦法很多次的時候 那我們就要跟家長說 那我們可能就先比如說他做到五次 他就會喘了 那我們可能就做到五次就好了 那我們可能可以休息 拆到一天三餐當中去進行 那很多家長會說 可是老師我沒有這個器具 我要怎麼樣去執行 那我們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要去考量的就是 孩子 孩子他目前現有的能力是什麼 跟孩子他家體的環境是什麼 其實我有時候覺得我們做治療師的 或者是專業人員 我們都要夠雞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常常有時候跟家長講說 你回家就是做這個養貨期做30次 你就怎麼做怎麼做 然後家長就 其實你們覺得他們回家會做嗎 不會 那為什麼他們回家不會做 對不知道 可是如果我們不夠基本 沒有去問的話 我們可能就 可能以為家長也有做 然後可能也認為說 算了他不做就算了 那就有在我這裡做 那我就會覺得非常可惜 那我常常就會問我的家長們說 那你在家裡有沒有做 那他可能就 那我就說 那你做一次給我看 那你都在什麼時間做 那我會問比較細一點 那你問比較細一點的時候 家長就會 自己會跟你講說 因為我那個做的時候 我們家的地板 怎麼樣 沒辦法躺 沒辦法怎麼樣的時候 那你就會知道 原來我原本給他的活動 是不是適合的 是不是適合的 那我可能就要更改我的活動策略 讓家長容易在家裡去進行 那我在這邊要特別再提醒一下 就是設計簡易可執行的活動這個部分 大家要去注意的就是說 我們這個健康體制人概念 我們是要讓孩子有養成一個 比較健康的一個生活型態 並沒有要去特別的去挑戰孩子 目前他可能在訓練的動作 比如說這個孩子目前在練的是走路 可能他沒辦法放手走 或者是他用助行器走 他也走得很慢 那請問我要讓孩子要做的是走嗎 我如果要訓練行非那也是連續性的 那我會說 那我發現這孩子目前最好的能力是什麼 是爬行 那我可能就會建議家長說 你是不是可以在家裡鋪一個走道 或者是他在家裡 有在床上 還是有些家裡比較有兩張床併在一起的 那我們設計活動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建議家長說 那我們現在目前的話 那就做他會的就好了 為什麼呢 大家有沒有考慮到 因為所有的活動在做的時候 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安全 因為如果我們在做一個活動 是目前孩子在挑戰的時候 家長會覺得說 這個我不會 這個我做好像不專業 要治療師來 那這樣子這樣的活動 就沒有辦法落實在居家當中去執行 所以我們盡量再為小孩 去跟家長去選擇一個合適的活動 在居家去執行的時候 要先以孩子目前可以的能力去執行這樣子 好 那肌力跟肌耐力的這個部分的活動的準則呢 就是剛剛跟各位介紹的就是躯幹 躯幹能力就是 就是我們的腹肌跟背肌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肌群 那我們通常在訓練的時候 我們都會用主力的模式去進行 那我們要怎麼知道孩子有沒有用對立器 那我們可以用觀察 比如說看孩子用力的就是他動作的形態 或者我們去觸摸孩子的腹肌 好 比如說你現在練的是腹肌 你看他肚子是不是在用力的時候 你去摸有繃住有陰影的 好 確認他有用力 那在背肌的時候 你就可以摸我們脊椎兩旁的一個肌肉來做確認 那運動強度的部分的話 就是可以一樣剛剛觀察說 孩子本來只能做五次 那你發現他變厲害了 他是不是就可以調整他的強度做到七次 那他做除了次數之外 我們還可以看的就是停留的時間 那停留的時間的拉長 也可以當作我們的一個判斷的這個 孩子運動強度需要 需不需要更改的一個指標 那另外就是還可以調整就是說 增加活動的阻力 比如說就是我們說 就是可能用自己的身體 當作一個阻力 或者是配戴一些沙包 或者是哪一些重物 來當作一個阻力 好 那我現在要跟下先介紹一下背肌 好 大家看一下這個 我是抬頭蛙 大家一定想說 這一幫孩子都能夠做 好 就這樣趴著的情況下去把頭撐起來 那如果說我們手邊剛好碰到的孩子 是一個比較重度的一個腦癱兒童的時候 或者他是一個喊病 他沒有辦法去執行之後 家長說 他這個都撐不起來了 你要叫我怎麼回去幫他做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運用 我們知道的一些專業的知識 來幫忙這個家長 衛教家長 其實我這個部分呢 我很常就是去建議家長們 就是去用的就是家裡的那個尿布一整袋 沒有拆封的 那尿布一整袋沒有拆封的 我們就可以建議家長說 他可不可以撐在 或者是枕頭 他可不可以撐在孩子的胸 腹部下面 然後撐在孩子的胸腹部下面的時候 你可以拿玩具啊 去吸引孩子們去做抬頭的動作 那只要孩子有抬頭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說他的手有撐 背有挺起來 那這時候我們就練到我們的背肌了 那如果是能力更好的孩子 可以怎麼做 他可以怎麼樣 兩手怎麼樣 舉起來懸空 像那個海豚的姿勢 大家有沒有看過 瑜伽也有這個姿勢 好 這個部分呢 也可以作為說 我們去訓練孩子這個背肌的部分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一些 因為孩子能力的不同 好 那我們可以衛教家長 然後去做一些調整 讓孩子能夠跟家長在家裡 能夠去執行這樣一個居家的活動 那背肌除了躺著之外 對趴著之外也可以躺著 躺著 大家有沒有看過有沒有做過這個活動 火車過山洞 就是我們所俗稱的抬屁股活動 那抬屁股的活動的時候 我們如果是一個山洞喔 那車子要經過了 那我們就可以請孩子怎麼樣 這樣屁股抬高 那如果孩子能力非常好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要求孩子說火車怎麼樣開得好慢喔 好那開得慢的時候 我們就會延長孩子撐力的時間 那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說 時間可以調整 那還另外也可以調整的是什麼 我們可不可以在他肚子上擺什麼 擺東西擺一個重物 那孩子要抬高的時候呢 就會特別的怎麼樣 費力 那特別費力就可以訓練到我們這樣一個活動 那如果說這些活動好像看起來都要趴著跟躺著才能夠去執行 那又不是家裡有時候或者去外出 又不可能都是趴著跟躺著 那一定還有別的姿勢可以去進行嗎 大家想想看 坐著我們怎麼樣去訓練我們的背肌呢 我們給孩子東西的時候 永遠放在他面前 還是我們拿東西給他的時候我們可以舉高一點 對 那你舉高一點的時候你給孩子東西 你可以讓他一手拿還是兩手拿 那我如果要去讓他背肌的時候 我是不是可以給他一個比較大的物件 那他怎麼樣只能伸出他的兩隻手 然後他就需要去舉高 那他需要去舉高的時候呢 他是不是就無形中我們的背肌就練到了 好 那這部分我也很常提供給家長去跟他說 其實很簡單 你也不用花什麼特別的時間 你在家裡孩子一定會跟你要東西 那孩子要東西 他跟你要東西的時候 你給他東西的時候 你就盡量的把你的東西怎麼樣 舉高 好 那甚至給他兩個東西 讓他兩隻手都舉高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說 那孩子的背肌就怎麼樣 無形中就可以被訓練到了 好 那我們看下一個 那下一個是腹肌 那腹肌的部分的話呢 好 比較像楊過琴做的就是這個 第一個滑船遊戲 好 那在滑船遊戲的時候 通常是可以說兩個孩子一組 或者是大人跟小孩一組去進行 他們可以手拉手去進行 好 那這個部分呢 那在做的時候呢 如果是老師 好或者是家長跟孩子去進行的時候 我常常會跟家長講說 喔你要注意喔 你不要都是你邋遢喔 都是你邋遢的話 我們會說變成在練誰啊 練媽媽媽媽媽練得越來越強壯 好 那所以這時候我們通常都會跟家長講說 啊像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你發現都是你在拉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調整 我們怎麼運用我們的器具去調整 我們可不可以在孩子的背後放什麼 放枕頭 放棉被墊高 讓孩子像一個斜握的姿勢 那他的一個斜握的姿勢 他在起來的過程當中 他是比較輕鬆的還是比較費力的 比較輕鬆的嘛 那平時要輕鬆 孩子就會覺得怎麼樣 比較不困難又比較有趣 那他就可能會願意去執行 好 那下面的是夾娃娃機 那夾娃娃機的遊戲的話呢 就是說欸我們可以讓孩子去夾一個球 或夾娃娃夾大的小的 好來誘發他的腳去舉高的過程當中 我們的腹肌去用力 那我們在做這時候 我們也其實很常發現 有時候東西好像真的特別難夾 好 或者是有些孩子力氣沒有這麼好 那這時候我們怎麼樣去做調整 好 其實我常常想說 欸其實日常生活的活動都非常的多 我們都可以提供是家長去進行 可是往往家長 可能就是因為孩子一些狀況 他沒有辦法去變通 那我們如果可以給孩子 給家長 就是一些變通的一些資訊的時候 那這樣一個居家生活的一些活動 就會非常的有用 可以結合一些語言啊 認知啊 那也會變得非常的有趣 好 像剛才這個夾娃娃的一個活動 如果孩子沒辦法夾的話 那我們可不可以懸吊一顆球 那孩子就變成是什麼 踢球活動 我踢過去 你還可以踢過來 好 那球可以放得比較高 那他是不是腳要抬得比較高 他也可以放得比較低 那孩子就要 放得比較 腳就不需要抬那麼高了嘛 他就可以去用力 好 好 這好像沒聲音了 好 那另外就是我們剛剛講 我們要知道 欸 不管是腹肌跟背肌 都有很多不同的姿勢下 都可以去做所謂的一些活動 好 然後藉由這些活動 來訓練到我們的一個腹背肌 那我為大家介紹的就是隔壁這個帥氣小鼓手 好 那我現在要請大家先做一個動作 好 我們現在也要請訓練肌力了 我們都做一整天了 好 我們先訓練一下我們的腹肌 腹肌非常的重要嘛 對不對 好那大家先 模擬這個動作 不過我們比較厲害 我們要兩隻腳 好那我們請大家就是坐挺 那請你呢 兩個膝蓋呢 好 可以靠 可以病濃也可以不要病濃 好那盡量把你的腳抬高 好 抬高 請你們大家告訴我你們哪裡摔 這個要非常注意喔 如果你在抬高的時候 你的身體會一直往後倒 那我覺得你的腹肌可能不夠力喔 好 所以大家要注意 我們要很多時候我們的動作 我們要看的時候 去訓練的時候 我們要提起這樣什麼 注意姿勢是不是正對 正確的嘛 那大家可以撐多久呢 是不是抬一下就覺得很痠就要放下來了 好 所以這樣一個活動 我們可不可以跟孩子一起去進行 可以 我們常常說親子活動其實是非常有趣可以去進行的 那像一個活動我們要如何誘發更有趣 我們可不可以傳球 我們傳球除了用手傳球 我們還可以用哪裡傳球 用腳傳球 球除了用踢的也可以傳嘛 對不對 用兩隻腳傳嘛 那還可以怎麼樣去練到 如果孩子沒有辦法停住 我們通常 大家如果在學校的時候 上課歌或者下課歌都會怎麼樣 唱 拍個小手唱歌嘛 對不對 那除了用手拍也可以用什麼拍 對 那用腳拍的時候是不是無形中 我們就可以結合到訓練到我們的腹肌 好 那我們就可以結合這樣一個活動去進行 那這個活動的話呢主要就是結合音樂 他可能在孩子的腳下放一些樂器 像是鼓 好 那或者是有些像有些好像鋼琴是平的 然後踩下去就會有聲音了 那就也可以結合這樣子讓孩子去 腳抬高的過程中停下來 然後這樣腳踏的過程中去訓練到孩子的一個 腹股的力氣 好 那對於腹背肌能力不足的孩子的話 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就是要去設計更簡單的活動嘛 那比較簡單的活動像是翻身 那孩子往前翻身的時候呢 如果他還不具有這樣能力的話 我們就可以在他的生理後面去擺一個枕頭 那擺一個枕頭的情況下 孩子就可以先從側躺翻身成趴肢 那這樣一個過程其實就是一個腹肌 那變成躺肢 那就變成是一個背肌的用力 那我們都可以結合 這些器材比如剛才講的枕頭 或者是我們家長去幫助孩子 只有前面放一些東西 或者輕輕的推一下孩子的腳 那孩子是不是可能能夠自己的翻得過去 這樣子 好 那柔軟度的活動準則的話呢 就是要去做的就是我們的伸展操 那伸展操有分為主動跟所謂的被動 那一般來講如果孩子能夠自己動的話 我們都會建議孩子就是引導孩子去做主動的伸展操 那主動的伸展操有哪些 大家有不會就是起床的時候 我們都要伸一個大大的懶腰 那伸展腰這個過程呢 其實就是一個伸展的一個活動 那在伸展的一個活動的時候 如果是針對一些高張的孩子 或者已經目前肌肉比較縮短 症他的孩子 或者是像我們自己的成人 我們的肩官肩頸都是比較僵硬的 我們常常有時候會去做一些牽拉的活動 那在這樣做一個活動的時候呢 我們需要去注意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在做的過程當中動作要慢 在幫孩子移動到末端的時候 我們要一直震盪他嗎 是不能的 我們要可能可以停到末端 然後發現他有一些阻力可能停在那裡 然後你覺得說有點緊緊 孩子好像有點反抗 就是有些張力的孩子 或比較緊的孩子 有點阻力的感覺的時候 你可能就要停下來了 好 那在停下來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一般是會建議說 一個動作是停留15到30秒 那如果說孩子剛開始在適應的階段 沒辦法維持這麼久的話呢 那我們就會也可以彈性的調整 可能先是五六秒 再慢慢的去增加這個時間 那建議通常會建議重複一到三次 那在過程當中呢 也可以跟孩子說話啊 或搭配音樂進行 然後讓孩子不會對這個活動 是一個很抗拒的一個狀態 那這個部分還要另外去提醒大家的一個點 就是盡量我們再去伸展的時候 要到達可活動的最大範圍 好 那可活動到最大的範圍 針對高張的腦胎兒童的話 他的肌肉可能是屬於縮短的 所以他可能也沒辦法到這麼高 他可能到這邊 可是針對低張的孩童 比如說我們說的糖氏症 他的柔軟度是非常 就是應該不是說柔軟度非常好 應該說他韌帶非常鬆弛 那韌帶鬆弛的情況下 你幫他做過多的牽引是好的嗎 好是不好的 你會讓他越來越鬆 那他就越來越不穩固 那他在做一些活動的時候 也很容易去受傷 好這個部分是提醒各位老師們的 好那另外在做的時候 我們要去判斷說 你是不是給的力量太大了 或角度太大了 所以常常會讓孩子疼痛 所以我們需要觀察孩子的表情 好那這個就是一些簡單的活動 比如說模仿動物大象腸鼻子 或者是去拉我們的腳的後側 跟我們的背的一些肌群 那就是可愛的長臂圓 跟我們去做我們的側邊的一些肌群的牽拉 我是不倒翁 好那我們怎麼知道 那我們現在的慢配天使他的健康身體狀態 然後藉由這樣子去設計活動 所以我們需要進行評估 好那首先身體組成評估的部分 在兒童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這樣會用的是身體重高指數 那身體的重高指數呢 他會有一個重高常數 那這樣表給各位的就是一個重高常數 那他會藉由體重去處以身高 再處以身高 重高常數去換算出來 跟我們大人常常用的BMI 是不太一樣的 好 好那我們直接喔 這樣子換算出來 我們就會知道說 欸孩子現在目前處理的狀態是哪裡 是比較過輕的 正常的 還是過重還是肥胖的一個狀態 好 那肌力跟肌耐力的評估法 我們剛剛有說 欸我們現在目前來看的話 就是比較重要跟健康很相關的肌群 就是我們的腹肌跟背肌 那背肌的測量的話 我們可以讓孩子是趴在一個平台上 那老師或家長們 可以去壓住孩子的手 或跟腳 那孩子去抬起來 那這個活動要去注意的一個點就是 如果孩子在這個姿勢下 他沒有辦法去進行的話 那我們也不見得要用這樣一個狀態 一個這個姿勢去評估 針對重度的兒童的時候 去執行的時候 比如說我要讓孩子去測的話 我可以讓孩子趴著 手去撐 然後頭抬高 可是我可以去記錄的是什麼 他的秒幾秒 那是不是我們說前側跟後側 都要是一樣的情況下 我們才能去做比較 所以如果你一開始 針對你的重度的孩子 採取是這樣一個策略的評估的話 那你後面應該要用這樣的模式去進行 你得到的一些數據 才會是一個比較可以去對比 可以去比較的 那在腹部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會做的就是可能有一分鐘的仰臥起座 比如說孩子平躺下 膝蓋跟腳踝 這樣跟大腿是彎曲90度 那老師們可以去固定孩子的腳踝 那孩子就是在雙手抱胸下 然後往前坐起 碰到前面的膝蓋之後 再平躺這樣下來算一次 那我們會去記錄孩子說 他這樣一分鐘內可以做幾次 那如果是靜態的話 我們就會說 孩子可以停留在這個角度是幾秒 那這個針對一般孩子 可能maybe可以去做 或者是身體動作能力沒有那麼差的孩子 那一樣的道理 如果是肢體能力是比較差的孩子 那我們就藉由一些輔助器具的提供 然後去做 比如說在孩子的背背的後面去放一個氣型墊 那我們要記好那個高度是多少幾公分 那一段時間比如說你進行的 穩定的去進行的所謂的健康體能活動 三個月或六個月之後 你希望知道說孩子是不是有改變了 那我們就可以去 在一樣的一個這個高度的一個電子 再放在孩子背後 然後再去量去看孩子在一分鐘的 一分鐘內可以做幾次做一個判斷的依據 這樣子 那心肺耐力的評估呢 他跟我們比較大的孩子比較不一樣 就是說不是跑八百公尺或一千六百公尺 我們通常會採取的就是說 一個可以測量的一個距離 那看孩子在六分鐘內的行走的一個速度 那如果說沒辦法孩子可以自己行走的話 我們一般也可以採取說 如果孩子目前能力最好的就是翻滾 那我們就可以藉由 孩子可以翻滾多遠的距離去做一個測量這樣子 那或者就是除了距離增加之後 我們也可以看一些身體表徵 如果孩子在這樣的一個做同樣的距離情況下 他已經沒有像之前在做的時候那麼喘了 那我們也可以代表孩子目前是進步了 那柔軟度的評估法的話呢 目前在做的就是所謂的坐姿體前腕 那坐姿體前腕就是讓孩子的雙腿是打開的 那那個二十五公分呢 就是指說 孩子呢 現在二十五公分是放孩子兩個雙腳的腳跟的這個地方 你可能可以貼一個皮紙然後對過去 那你就二十五 小孩的手那個位置就是一個二十五公分 那我們就會去看說 孩子向前彎曲然後停留三秒的時候 他摸到的距離是多少 那以台灣目前來看的一個長模指數的話 通常二十五公分的話 摸到這個的話就算是一個中等的 我們說這孩子的現在的坐姿體前腕 他的表現大概是中等這樣子 那需要去注意的是在做這樣一個測量的時候 孩子的膝蓋一定要是打直的 不能夠是彎曲的 好 那健康體制人的活動設計的話呢 非常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可以在機構去進行 好在學校進行 用結構化的模式去進行 好 好 還有一些生長活動 再帶我們的主題活動 這個主題活動 有可能是有關於心肺的 也有可能是有關於 增強孩子的肌力跟肌耐力的 然後最後再帶一個緩和的一個活動去進行 那這樣也有每日去進行的時候 很多老師會問說 老師我是每天都換活動呢 還是我多久要換一次呢 通常我們的建議會是說 我孩子熟悉一個新的事物 一個新的活動 他都需要一段的時間 那我們會建議說 那你在帶孩子進行的時候 你可以就是 剛開始如果孩子比較熟悉了 你可以做些微的調整 那些微的調整的部分是指說 比如說運動強度的改變 他可以做的次數 我們可以去拉長 音樂的改變 那每次你可能跟他做划船 用心的時候 你可以變成是怎麼樣 他自己做起來去拿東西 那拿的東西也可以變換 那這個變換的過程當中 我們是不是可以結合到 我們所謂的語言或者是認知 他是不是可以拿圖卡 他拿到之後可不可以拿給別人 那這時候是不是有互動 是不是有交流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說 藉由一些活動的設計 讓孩子在這樣的一個環境當中 去除了增加我們的他的身體的 健康的事能之外 也可以去結合一些認知 或者是一些社會互動一些 藉由這樣的一個情境 來促進孩子其他領域的一個發展 好 那這個前面這個表格是提供給大家參考 就是說 通常在寫一個教案 或者說我們在做這個活動一個目的 或者一些什麼樣的這個注意事項 那像這個活動的話 就是促進他的一個心肺耐力 那我們就可以寫說 我們主要現在是目前是以跳舞為主 那音樂律動為主 那我們音樂律動就可以去設計活動 那我們如果是團體進行的話 我們就可以一下前面跟各位老師們介紹的 我們可以為做輪椅的孩童 做住行性的孩童 他們到底是不是可以一起上 是可以一起上的 而不是說這樣的孩子 都只能說永遠就是會動的在前面 不會動的都坐在後面 那我們就會覺得這樣是一個比較非常可惜的一個狀態 好 我們就要另外還要考慮在家庭的話 就是日常生活工人化這個部分 那日常生活工人化的話 我們通常就會建議說 家長能夠加一些部分的活動 農屋在居家跟校園作息中 那提供一個小小的一個活動給大家 其實在學校當中呢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的肢體障害兒童 常常都是怎麼樣 坐在教室的角落 他好像跟教室都是格格不入的 那如果說學校裡面常常會有一些什麼 收聯絡簿啊 或發一些傳傳一些重要的一些傳單要回家給家長簽的時候 我們都也可以 我常常就說這個活動是所謂的小小信財 那小小信財的活動 我們可不可以請這樣的一個肢體障礙的兒童的時候 他如果能夠用住行器移動的時候 他可不可以當一個這樣的一個送信財的一個角色 他是不是這個活動就變得很有趣 孩子在學校不是說推著住行器就是這樣走來走去 漫無目標沒有目的 那我們給他一個目標一個任務 那我們就會說 我們透過這樣子 我們給孩子這個活動是有功能性的 那孩子也會很清楚他在做什麼 他也可以從當中去得到所謂的成就感跟他的自信 這樣子 那健康體事人的注意的事項就是 首先要很注意的就是孩子的狀態 我們在帶領孩子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們要去注意說 孩子是目前的整個狀況是OK的嗎 他是4歲的還是他是有精神的 他是感冒的 還是他剛好處於生病的一個狀態 那孩子的個別差異 孩子個別差異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說 我們知道孩子的差異在哪裡 我們去提供他的活動他的喜好 甚至在安排活動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可以依照他現有的人力去做部分的調整 讓他在過程當中有一個比較多的成功經驗 而不是因為說挫敗感很高 那他就說什麼都不想做 甚至你找他來做的時候他都會回答你 我不會我不會我不會 好這個部分是提供給大家要去注意的一個面向 好那另外就是所有的活動都要一定要注意是趣味系 如果我們知道孩子孩子的天心就是什麼 就是玩 那我們要從玩樂當中去帶孩子學習 對那另外就是環境的設置 很多時候我們會說在做訓練 或者是在帶活動的時候 我比較常建議的就是會用跑官式的模式去進行 因為跑官式的活動的話就會有比較多的趣味系這樣子 好那另外就是剛才前面一直跟大家提醒的就是這個 運動強度的這個部分 好謝謝大家